Lun Sang 直播 Dirt 想幹嘛 不是吧又來 這扇木門挺破的 我簡單一點就能拆開了 但是我猜你需要一把鑰匙 你想知道我是怎麼不用開門就到這裡的 附近有一條祕密通道 但我不會告訴你在哪 你幹什麼 你真的要把門踹開嗎 你整個臉就是瞎腳 你會受傷的 這個有意思 看我覺得他完全就是 What the hell 喔喔被鎖起來了 欸 路拉 沒想這麼快就找到你了 欸阿波羅在哪 我們最好別跟他一起 我理解他為什麼想單獨行動 但我覺得如果我們互相幫助找火車更容易 關於他還有許多不明白的地方 所以不能放鬆警體 結果剛剛講的嗆蝦嗆得那麼爽 這三分鐘怎麼回事已經壞掉了 是你弄壞了嗎希望你沒受傷 哈哈哈哈 要不讓我們回去欸可惡 小走廊而已 雖然我差點被一隻老鼠咬了 你真的是個沒用的 我不想再翻垃圾桶 羽毛喔 為什麼會有一根羽毛 快樂告訴我下一關不要遇到鳥 哪裡呢 喔 有幽靈 那是什麼 幽靈 這段房子也有奇怪的骷髏啊 這次我們沒有武器來保護自己了 被他們發現肯定會來攻擊的 對了 只要不讓他們看到我們應該就不會有問題了 只是我們需要特別小心 呃 真不知道我能不能行 我可以一個人走 我會讓你找到安全通過的方法 但沒必要 雖然我在發抖 這一次我不會躲在後面了 Bearman 不管發生什麼事 我要在你身邊 只要我們巧巧過去不會發現就行了 即使我這種也能做到 只是希望他們不會因為我而發現咱們 不要讓敵人發現你被看到遊戲就會結束了 好謝謝 我覺得我被發現定了 哈哈 哈哈哈哈 欸 為什麼我說呢 等一下喔 太危險了 真高興我們平安無事 我覺得我心臟快就跳出來了 我不想看到他們 現在想來 也許他們只攻擊有著懷錶的人 所以戴安娜才說他已經不受攻擊了 你覺得那些骷髏是死在這裡的人的幽靈嗎 所以他們只想要懷錶 因為他們還想逃出去 這聽起來已經有點荒唐了 我只是在發揮想像 喔 前面好像有一幅畫欸 那種Luna嗎 為什麼會F我的畫像 欸可是Luna看到是她自己的 你為什麼看到畫布那是空白的啊 所以這一個都是 我看不到 我猜你也看不到我的 在剛才房間裡有很多空白畫布 也許都是別人的畫像 所有死在這裡的人 唉唷 發生什麼事啊 呵呵呵 我的畫像變了 我的嘴被縫死了 太可怕了 你的畫像也變了嗎 從你的表情來看 肯定不是什麼美好的畫面 不用告訴我變了什麼 還是不要知道主比較好 那你為什麼跟我們講呢 這到底是什麼地方 到底是用的怎樣 好想看喔 好像是他把什麼東西殺掉的感覺 那個不像是他身體被怎麼 像是他把別人怎麼了 好多奇怪的集血 感覺像是他把別人怎麼了一樣 Luna的確有可能會幹這種事 地 代表這個元素 然後這個呢 氣 地火風水是不是 喔真的欸 地火風水四大元素 溫暖的火焰照亮整個 房間 他可以這樣燒嗎 不行 很舊的機器 木桶 又是垃圾桶 空的至少不會弄張手 所以跟我們剛剛拿的東西應該有關吧 那這裡應該要拿什麼 箱子沉下去了 什麼意思 他說倒下去的意思嗎 然後這裡有水 還有一些小昆蟲 哈哈哈哈 好啦這樣這裡面就有水了 所以說我們現在 那我猜這一個地應該是放木頭吧 欸不對啊 這樣不對啊還是燒火啊 水的話我可以理解為他要放水桶下去 然後空 空氣的話應該是要放羽毛 因為羽毛是在空中飛 在這裡啦 那個燒火怎麼好 他沒有點火 好點燃 那這是火囉 這邊應該就是 立了 因為木頭 Bingo Bingo 希望他又被陷阱困住了 這樣我又可以笑他了 欸為什麼他又在這裡 呦 旅行將來偵探 你在這幹什麼 你為什麼會在我們之前到這裡 蛤 之前我不是跟你說了嗎 我不需要打開所有的門 我知道一些秘密通道 雖然有些門打不開 也讓我很在意 以前我都可以打開 你在跟蹤我們嗎 我承認看你們逃脫有去啦 但現在我在找食物 蛤食物 食物每天都會出現在不同的地方 通常是在箱子裡 如果我找不到就餓死了 也就是說 至少你已經在這裡好幾天了 你想搞清楚我在這裡多久了 我說過了 我的時間限制 可能和你們不一樣 不管怎麼說 如果你們找到食物 告訴我一聲 這地方能滿足我們的基本需求 比如吃飯 那他的目的就不是殺掉我們 而是想讓我們永遠待在這 有可能 有時候我還拿到新衣服 可是為什麼你穿還是舊的 不過我認為大部分人最後都死了 新衣服 你的衣服相當舊了 你得到衣服和你最初進來的時候的衣服一樣 我上火車之前衣服就很髒了 所以得到的衣服也是髒的 原來如此 也是被複製就對了 好 你可以謝謝我替你幹活的偵探 本應該是你自己也發現這些信息的 靠幹 那是什麼 好像聽到什麼聲音 什麼也沒有啊 又聽見了 不讓你也聽見了吧 我就知道不是我換聽 好像是鳥叫 阿波羅等等 為什麼發現鳥叫他突然跑掉了 欸 溫暖安安 晚上好 我想要多收集一些這個房子的錢包 他掉了什麼 欸 你確定你要過去嗎 等一下會被困住 簡報 市長兒子的屍體在瑞文沃爾的一條小巷裡被發現 屍體被刺穿在一根尖銳的金屬欄杆上 他的錢包在旁邊的地上被發現 裡面完全空了 兇手被疑似搶劫殺人 警方還在尋找犯人 他們懷疑犯人是住在那個地區的流氨漢之一 你就踩一踩爆炸看 這是六個月以前 你知道瑞文沃爾吧 挺大的城市 實際上五頁列車連接著瑞文沃爾和布魯貝爾 所以你可能去過那裡 為什麼阿波羅會有這張簡報 難道阿波羅是 我們必須再找到他 需要和他談談這件事 他覺得是阿波羅殺的嗎 我覺得應該是意外吧 然後阿波羅把他 人家撿屍他 他只撿財產而已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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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